好了,我們繼續回來講這個瀚微這個字眼 瀚微剛才講過了,就是奉承 其實有時候在教會的牧師都可能都會喜歡奉承或者領袖 慢慢演變成一種個人的崇拜 好像我們聽到,自從某個牧師來了之後 團契的人數就越來越增多了 我們聽到很多這樣的分享 心中都會覺得很不安和不禁會感嘆 其實哥林多教會高舉領袖的現象並非是一個過去歷史 直到現在的教會當中仍然是一個血淋淋在上演的現況 當然人數的增長,大家都是樂見其成的 但是更加是期盼基於紮根真理的開花結果 並且很多事並非表面所見 雖然當中一意,雖然知道當中一意 但也不好待當事人發現 只有挑挑眼眉,以表不認同,微笑正聽,以免生事端 再者,就算事工的增長,應該感謝的是神 而不是歸功於人 在哥林多前書也說過 我栽種了,阿波羅曉貫了,唯有神叫他生長 栽種的,曉貫的也不算什麼 唯有叫他生長的是神 當然,對勞虎做工的終身博人應該要有尊重 以真理為前提下,同做主的工 但若果外護牧師更加當持平地看待他 以免他迷失在這個掌聲當中 陷入了一個不實的自我膨脹 觸發到為他維持成功的形象 文過識非,來分析太平 並且高舉牧師也顯明了人偶像崇拜的屬性 無可否認,一般人也會對某些牧師深生崇拜 但是當我們越是熟悉真理 並且諸多的經歷,著實來體應 其實基督徒只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除了主耶穌之外,根本就沒有完全人 而過度地高舉人,最終只會叛逆人 所以主耶穌才是我們應該高舉的對象 所以在針言中就這樣說過 陷味輪舍的就是撤網羅來半跌他的腳 當我們去陷味奉承的時候,雙重標準就會爆發 一方面就說你們要如此事奉是理所當然的 招攬大量的義工不出薪 並且在一些其他資深職位的員工的待遇 也都遠遠不及這些明星的牧師 在美國有一個真人騷,名叫做諾燦基的牧師們 這個影片也是講述一個六名超大型教會的牧師 過一些奢華的生活 當中就是渣法拉里、賓里、住山頂的豪宅 其實這個影片就講述到這些牧師並沒有去傳揚基督文化 他們的生活只是關於他們的汽車、家庭和關係 而這些牧師就合理化了 來向觀眾解釋他們這樣的生活的原因 是想讓觀眾知道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有各種慾望 而隨著教會的增長、出版協議、演講安排和採訪都可能會隨之而來 而一個牧師就會隨之建立 而這個平台本身並不是名人基督教 但是這個平台藉著膚淺、放縱的名人文化的價值觀 而否認福音的實質或是顛動福音的時候 就變成了名人基督教 我們會遇到這樣的雙重標準 當在教會教導弟兄姊妹要重視家庭的時候 她常常是因為星期日有很多的會議或活動 而令到大家拋棄妻子 而當教會教導大家要安息、要等候的時候 她要同工的時間表實到滿了、疲於崩命 當教會教導大家要愛倫社的時候 她是忘記了要愛自己的同工 教會和基督教的機構由於她的資源都很有限 而在薪酬的待遇上 沒有辦法跟工營或商業機構看齊 其實都能夠理解的 而不少參與侍奉的教目或是機構的同工 其實他們都是出於偉身儀仗和使命 不去計較薪酬 甚至是放棄了原本穩定和較為優厚的待遇 而加入教會和機構侍奉 實在是難以稱之為良心的僱主 好了 常常都是這樣利用員工 那怎樣才能夠稱之上為良心的僱主呢 首先要重視員工身心寫靈的全人的需要 善待員工不等於出高薪工 高薪糧準 假期多福利好 其實可以再走多步 其實在不同範疇 是要關鬆員工的需要 教會和機構雖然一般來說都是資源有限的 但是工人是要得公價是應當的 不應該因為對方有侍奉的心志 就借一些以明明是有能力的 也刻意压低对方的薪酬 只是单方面来要求对方不要根根计较 自己却是省得就省 应该就尽量给予同工合理的报酬 让他们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 和照顾家庭的基本需要 过往一些的教会和机构 由于经济情况未如理想 出现过要求同工折扣滋身 甚至拖延或欠身这些情况 这不单止抵触劳工法例 更有机会被告上法庭 令到教会声誉受损 而另一方面 亦可能令到一些本来 已经是捉甲见爪的同工 陷入顿时的经济困境 若只是短期的流动资金不足 周转不灵 那还可以暂时向相熟的教会 或者兄弟弟兄姊妹求助 但若果这是长期的问题的话 第一就是必须暂缓增聘同工 不应该令到仍然在苦参的同工 雪上加伤 其次就是应该考虑折留 甚至裁员 而更加严重的 应该考虑倒闭 教会和机构 如果是完成了历史的使命的话 或是没有其他同类机构做得那么好 或者得不到弟兄姊妹的支持 没有必要再盲目支持下去的了 其实香港的地方是一个弹圆之地 但也有1300多间的教会 和数以百计的福音机构 很多地区和一座楼都有很多间教会 很多福音机构的工作都大同小异 在资源运动上也造成了不少浪费 现在在香港里面的物业和租金都这么贵 合企同营的机构 或者是共用办公室 将折省的资源用在同工薪酬 其实是更为花酸的 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寇堂 在建堂的奉献是很热心的 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物业用来抵押 用来付钱 部份教会的装环更加值得奢猾 但是投放在教会或者机构 最重要的资源其实是同工薪酬的时候 往往都是很沽寒的 好了 陷微也会引致骄傲 针言说 骄傲再拜华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好了 我们下一部份呢 就会讲这个失败的扫罗了 好了 我们今次讲到这里先 之后回来我们就继续讲下去的